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狐狐奇小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90集的节目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 我差点忘记我有买它的变形金刚的大黄蜂电影里头的 轰隆隆 这我是在台湾的反斗城有一次路过的时候看到 然后我印象中好像从来没有在网上看过它 我就把它给买回家了 但是我完全忘记我买了这个东西 那今天的话有一位我多年的观众朋友 一位非常年轻的朋友才二十出头的苏兄 他今天到我家跟我面交一个变形金刚 然后他带了一些礼物送给我 那我先讲一下 这个是刀说艺术的花信封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我的频道里面有没有霹雳的朋友 不过这个花信封这个也已经是 应该有四年五年以上的 还是更久以前了 其实我当时有订这一款 但是后来我那个卖家完全没有联络我 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得到它 那么我再来说一下 这款玩具的当时的定价的话呢 应该是七八百块钱台币吧 我不知道现在是多少 那总而言之的话呢 今天这位苏小兄弟呢 真的从你小兄弟可以了啊 他就把这一组玩具呢送给了我啊 我真的非常的开心啊 那就也是很感动啊 看我节目看很多年 然后他还带了一些霹雳的周边啊 一叶书 这是骑路人跟花信封嘛 然后这是素环珍还有谭武语 不过这个应该是电影版的啊 其实我以前一直比较喜欢老谭啊 好了这个霹雳的东西的话呢 有机会再跟大家聊啊 这也是我一代的回忆了啊 好我们尽快的回到玩具的这个上面啊 那对了 这位苏小兄弟呢 他说他许个愿望能不能让这个玩偶出现在这一集里头啊 我绝对没有问题啊 对了 那为什么会跟这个玩具手段关系呢 是因为他突然问我说 有没有收到这个可以跟音波有互动的这个轰隆隆 我说啊对啊 你不说我真的忘了啊 对啊 我终于把话题回到这个玩具上面了 对 真的 如果今天不是这位小兄弟呢 问我这个玩具有没有入手的话呢 我真的忘记我有没有 我已经有入手了啦 因为他是打算说 如果我没有买的话呢 他那里有一款啊 可以借我拍节目 那总而言之的话呢 因为今天跟他面交的关系 我终于把这个玩具呢 也想起来了啊 那真的差一点错过了 他是一款非常精彩的玩具 首先 他的关节 你可以看到 这非常的紧啊 非常的扎实 我这样子甩啊 这样子丢啊 后面的机械狗都已经快吐了啊 他还是坚挺的 这样子啊 完全不妥协的坚挺着啊 非常的厉害 那他的涂装也很棒 点缀也很多 你可以看到上面的红色 还有黑色的点缀红色的眼睛 然后有一个狂派的涂装 在这里 所以说这是一款虽然小 但是非常精品的玩具 以官方的玩具来说 这一款真的真的 让我一度以为 这是不是第三方的玩具啊 因为很久没有这么小的玩具 却做到这么精致啊 关节涂装 各方面都非常的好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手部 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 然后呢 手臂变形的关系呢 要往上举 腰身的话可以往前面弯一下来 膝盖可以弯 超过于90度 他这个球关的话呢 取代了外面内收 那他的这个脚 脚前掌可以往前翻 变形的时候有需要 同时呢 他也兼顾到说 在蹲姿的时候 他可以把脚往前折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手臂的话 稍微往前一点点这样子放 唯一可惜的是 他的头 没有办法往上抬 如果能够再往上抬的话呢 就能够做出一个 更好的一个垂地的一个动作了 那我们来摆一下 他的一个垂地的动作 可以说 非常的简单 一点都不费力 由于他的 这个脚后跟 这里可以折起来的关系 他非常非常的稳 但是很可惜的 就是手臂还是不够长 你要他完全碰到地面的话呢 稍微要调整一下 真的要稍微调整一下 是可以 但是呢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会变成说 他缺乏了头往上看的关节啊 如果头能够往上看 那他真的就近乎完美 真的就没有任何的缺点可以挑了啊 非常非常的赞 非常非常的好玩的一个玩具 那他的背后的两把武器 两把枪 这个呢 我只能说 纯粹是用来造型的使用 因为他的手 没有任何的可以握持的步 他的手就是一个锤子的一个形态 所以这个真的是两个配件 而不是两个武器了啊 那我们把它跟机械狗放在一起做一个身高的对比 还是应该是机械狗好像太大了一点是吧 再不行啊 我们不能用G1的一个标准来看 我们以电影里头来看呢 说到电影啊 其实他根本没有在电影里面出现嘛 所以他就是一个 真的就是一个概念的一个形象 但是已经做得非常的好了啊 那我们来看他的变形的环节 也是非常的简单 那这武器的话呢 是一定要取下来的 手臂的话呢 是先把这个地方往上折 这个地方往下折 这个非常的简单啊 这里往上 这里往下 然后呢 往中间推过来 然后呢 记得我们把他的Desepticon的这个标志的话呢 跟脸是朝同一边 再来脚的话呢 是先把这两片部件推进去 它是可以卡住的 稍微捏紧卡住一下 然后把武器进行一个收纳 不用担心武器收错 因为这里是圆孔 圆孔就是对圆孔的武器 然后呢 方孔就是对方孔的武器 那各位记得一下 就是他的装载的时候 这个圆孔武器这个凸是要朝内的 朝内 这样子 捏起来 然后呢 往上扣上来 往上扣上来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算是一个C型 类似C型扣的一个装置 它要扣在这个地方 蓝色的这个凸 那其实就是往前面推过来 好到这边 然后呢 把它给压下去 压下去 好扣一下 基本上呢 就不会掉了 那么呢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所谓的卡带的一个状态 这个头 算了 头部转眼无所谓 两个红点在上面感觉好像比较有一个科幻感 就是一个倒数计时器的感觉 OK 然后呢 这个 是机械狗 Rabbage 两个 大小的话呢 很接近 非常的接近 然后呢 它这个形态的话呢 就已经没有办法说明说 它到底是 是什么 没有办法说明它到底是什么什么物件了啦 那我们就可以呢 把它给塞到声波的胸口里头去扣起来 那扣起来之后的话呢 就没有办法再放第二个磁带了 因为这款声波的话 它只有附带了一个 那我们之前给各位提醒一下 它这个取出磁带的话呢 是从后面推 这里打开就从后面 从后面用推的 这样子把它给推出来 因为从正面扣的话呢 是可能是扣不出来的 好吧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大家分享这款非常非常漂亮的 这个是属于什么级别 这是反正就最小的是 Legion级吧 还是核心级啊 反正是一个非常精致的 官方的小比例玩具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也非常谢谢苏小兄弟啊 如果不是你今天来的话 我真的忘了 我有入这一款了啊 差点让大家错过这款玩具了 那就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